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公元1402年,明朝建文四年六月 燕王朱棣从金川门攻入南京 为期四年的靖难之一结束 朱棣入城时,元建文朝的旧臣如谢镜、杨荣、胡光等人纷纷前去迎接 而正在此时的户部衙门里 一位身材瘦小的官员没有选择去逢迎朱棣 而是在户部紧张地核算钱粮和账策 门外嘈杂一片,门内心如止水 随后,朱棣开始清算建文旧臣 这位官员也在清算名单之内 当他被五花大绑地送到朱棣面前时 面对死亡,他没有求饶 而是向朱棣提出一个要求 能否再给我三天时间 这个要求让朱棣十分诧异 朱棣问他为何 他说,货部官员四下逃窜 钱粮仗册混乱不已 再有三天时间 我就能把这些账策整理完了 到时候方便交接 朱棣听完 心头一震 他仔细地端详这位官员 然后在清算名单上 划掉了他的名字 夏元吉 此时此刻 朱棣知道 夏元吉效忠的不是建文帝 他服务的对象是全国百姓 后来 朱棣不只给他三天时间 而是给了他二十五年 而他则还给明朝两大盛事 历史上的夏元吉 在明朝是独一无二的 是古代顶级的士大夫 本集将通过史料和分析 给大家还原一位 俯首甘为如子牛的夏元吉 一 夏家长子之门厅 太祖是茶是俊才 要说夏元吉 还要从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讲起 明史夏元吉传记载 夏元吉 自为哲 其先得心人 傅石敏 观湘英教育 遂加烟 元吉早姑 力学养母 夏元吉 自为哲 他的父亲夏石敏 生在江西得心的一个书香家庭 元朝末年 贼寇毁掉了夏家 夏石敏带着妻子逃到了湖南湘英 靠着给湘绅家的孩子教书来养活家人 几年后 他的妻子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夏元吉 夏元起 夏元礼 在异地他乡 一个人挣微弱的工资 要养活五张嘴 这对夏石敏来说 实在太难 夏元吉作为家中的长子 从小经历过贫苦 了解百姓生存的艰难 但幸运的是 他是读书人的孩子 他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育 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夏兆让各地举办献学和辅学 夏元吉的父亲夏石敏被举荐为教育 开始在现学上班 这算是改善了家庭的生活环境 不过 好日子仅仅过了两年 16岁时 夏元吉的父亲病逝了 夏元吉看着伤心的母亲和弟弟 他决定承担起家庭的生计 而后 夏元吉开始走父亲的老路 做起了私塾先生 夏元吉白天给孩子们上课 晚上挑灯攻读 18岁那年 他考入县学 到了洪武23年 夏元吉应学问扎实 为人稳重 被推荐进入国子建 当年 他已经24岁 在国子建 夏元吉遇到了他人生中的贵人 朱元璋 明史夏元吉转云 已相见入太学 选入进中书制稿 出生或宣孝 元吉微坐俨然 太祖兄儿一只 着户不主事 有一日 宫中命国子生写之告 朱元璋恰巧路过 看到一群大声喧哗的学生 朱元璋眉头微皱 不过 在这群学生中间 有一个人正经微坐 专心写着自己的东西 纵然外界嘈杂 似乎不入态儿 朱元璋非常惊奇 询问之下 才知道这个人叫夏元吉 朱元璋大喜 随后拔着他为户部主事 到了户部 夏元吉勤勤恳恳 处理事物紧紧有条 很快得到了户部上书玉星的赏识 这期间 有一位幸福的郎中 忌妒夏元吉的才能 向朱元璋诬告夏元吉 结果胡郎中被朱元璋所杀 可见在红武年间 夏元吉已经是朱元璋的重点培养对象 朱元璋驾崩后 夏元吉升任户部右侍郎 建文二年 京城发生地震 有传言说是 地方上出现了奸恶之臣 于是 建文帝派夏元吉到各省去巡查 此后两年 夏元吉作为钦差 一直不在京城 直到建文四年初 夏元吉才回到南京 而当时 禁难之役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 朱棣攻入南京城 建文帝纵火烧掉偏殿后失踪 当时 包括朝廷勋贵 藩王和文臣都在为自己的出路发愁 有的大臣慌忙逃难 有的为了自保 决定上街迎接朱棣的到来 夏元吉却没有去 他看到户部分乱的账策和文件 决定把这些重要的文件收拾好 留给继任者 于是 便发生了本集开篇的那一幕 朱棣认为夏元吉是建文帝的亲信 下令清算他 可夏元吉却希望朱棣给自己三天的时间 他要把户部文件整理完毕 当时 朱棣从北平带过来的大多士武将 正缺乏真正勤勤恳恳的文臣 朱棣和夏元吉经过一番交谈后 便将夏元吉纳入自己麾下 朱棣当时可能也没想到 夏元吉在今后将会成为永乐朝最重要的功骨之一 二 太宗独断用旧臣 巡礼赤脚未声明 关于朱棣和夏元吉的具体交谈内容 史书中没有记载 小编认为 古人讲究君子和而不同 夏元吉和朱棣应该是找到了某个相同的目标 比如两者都想让百姓快速从战乱中得到修养 所以 夏元吉才愿意继续留在户部 为朱棣效力 而朱棣也信任夏元吉 将他升任户部左侍郎 当时 有朱棣的亲信认为 夏元吉作为建文旧臣 不能把户部这么重要的部门交给他 朱棣听完怒持清醒说 夏某太祖之臣也 比忠于太祖 故忠于建文 又岂不忠于赈灾 出自忠敬吉 意思是说 夏元吉是朱元璋亲自提拔的 他能忠于朱元璋 也能忠于朱允文 为什么就不会忠于我呢 不久后 朱棣又将夏元吉 谨升为户部尚书 成了大明朝的帐房先生 当时 连年的战乱让百姓苦不堪言 夏元吉提出要对山东 河北 河南经历战火的地方减免赴税 并制定了详细的赴税减免方案 朱棣看到后 很爽快地批准了 另外 夏元吉提出 户部的一些制度太过僵化 应该改革 他先后给朱棣乘上三十多条改革意见 都得到了朱棣的认可 明史夏元吉传记载 夏元吉协议等详定负义诸治 剑白三十余事 皆简便亦遵守 朱棣对夏元吉的信任 让夏元吉感受到了超过剑文时期的尊重 这更加坚定了夏元吉要做出一番成就的决心 永乐元年 这期发生洪灾 当地官员治理不善 民怨沸腾 朱棣心急如焚 夏元吉自请前往这溪担任救火队长 明史记事本末 却二十五记载 元吉不依徒步 日夜惊化 圣鼠不张盖 约 百姓暴体日中 无何忍 夏元吉到达这溪后 没有到当地给他准备的衙门去做班 而是直接赤着脚到洪灾地区处理公务 他焚高济鬼 每天在太阳的暴晒下不依徒步 多方考察 亲自测量 有下属给他撑伞 他说 百姓还在受苦 我怎忍心将自己处在舒适的环境中 通过夏元吉为七一年的治理和疏通 彻底解决了这溪连年洪涝的问题 实在 于是水泻 农田大利 永乐三年 夏元吉回京 他不是来向朱棣请供的 而是来向朱棣汇报他接下来的问题 原来 这溪的洪灾虽然解决了 但由于此前两年粮食绝收 百姓们不仅饿肚子 而且还没有种子和羹牛 无法恢复生产 于是 朱棣命夏元吉再次前往这溪 解决阵剂和农耕的问题 当时 朝廷给夏元吉 发放了三十万式粮食 如果按照以往的赈灾经验 粮食经过层层刻扣和盘剥 到达灾民手中估计能有五成就不错了 可是 夏元吉以户部上书的身份严格把关 他不仅迅速处理掉几个贪腐粮食的官吏 还规定若是粮食在哪个层级都不能有减损 如此 当粮食运到这溪时 几乎没有损耗 这堪称赈灾的奇迹 夏元吉还向朝廷申请了羹牛 农具和种子发放给刘明 这溪很快恢复了生产 当时 明朝的黑衣宰相姚广孝正好从这溪归来 他看到古兽如柴的夏元吉每日穿梭于百姓之间 甚至感动 回京后 姚广孝对朱棣说 夏元吉真有古之仁爱之心 若我大明朝的六部尚书多如夏元吉 那盛世将很快出现 燕子春秋中说 德莫高于爱名 行莫厚于乐名 夏元吉就是古人所谓的爱名 乐名之臣 三 帐房先生为名谋服 户部尚书为国理财 夏元吉回京后 开始全面操持户部事务 他将各地的粮价 物价 土地 人口等重要信息都记在一个小本本上 随时翻看 有一天 朱棣问大臣 天下钱粮有多少 夏元吉回答得非常详尽 让在场的其他官员惊叹 当时 天下战乱刚刚结束 可谓百费戴心 朱棣给参加静难之役的功臣们封赏 又要发兵征讨安南 不仅如此 朱棣要正和造船下西洋 要修永乐大典 还要修建北京的宫殿 修建长林 这些事情都需要巨额的经济支持 若是按照一些勋贵的说法 户部的钱不够 就向老百姓加税 可是 夏元吉偏偏是一位爱名如此的官员 他从小的经历 让他倍加理解百姓对家父的恐惧 又要为国家赚钱 又不能拿老百姓开刀 作为户部尚书 夏元吉的官不好当 最终 夏元吉还是想到了办法 首颈财荣时 平复义 延延法 钱超之尽 清仓厂 广屯众 已给编苏鸣 且便商骨 皆报可 樊中外户口 库 填富银缩之术 简而言之 夏元吉做的有三点 第一是减轻百姓的付税 绝不加付 第二是财彻无关的人员开支 鼓励军队屯田自给自足 第三是大力发展商业 从商业中为朝廷谋利 一言以蔽之 夏元吉在户部的工作目标就是 既要为百姓谋福 还要为朝廷挣钱 所以 尽管朱棣的开支很大 但夏元吉却都解决了问题 作为朱棣的财务总监 夏元吉用自己的决心和智慧 实现了双赢 赵毅在念二使杂记中说 历朝论理财能者 为桑弘扬 夏元吉二人也 意思是说 历朝历代 善于为朝廷理财的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汉武帝时期的桑弘扬 另一个就是明成祖时期的夏元吉 若没有桑弘扬 汉武帝的文质武功 就没有经济支撑 若没有夏元吉 明成祖迁都北京 修建皇陵 南征安南 北伐蒙古 夏西洋 修永乐大典 这些费钱的大事 可能都无法实现 所以 明史才说 元吉悉心记应之 国用不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若没有夏元吉 朱棣不可能打造出永乐盛事 夏元吉在永乐朝 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朱棣先是让他辅佐太子朱高赤监国 朱高赤最初对夏元吉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但几番接触下来 他发现夏元吉真乃爱国爱民的好上书 夏元吉的人爱之心对朱高赤影响很大 朱高赤和夏元吉谈论国事 常常忘时间 永乐八年 朱棣带着皇太孙朱瞻基北征 夏元吉奉命到北京辅佐朱瞻基 管理北京九卿的事务 这其实就相当于是宰相的职权 夏元吉每天天不亮就要到行宫见朱瞻基 退朝后又要处理户部的事务 有时候 夏元吉一边回答官员们的问题 一边批阅文件 连饭都来不及吃 很多人对夏元吉都佩服不已 一次 夏元吉陪朱瞻基到北京周边的乡村视察 他走到一户农户家中 看到农户一家正在吃发霉的碎米 他抓了一把给朱瞻基吃 朱瞻基大惊 还纳闷一向老实古板的夏元吉 怎么会给自己开玩笑 不料 夏元吉却来真的 他说 愿殿下使此 知名间 意思是 殿下你只有吃下这些发霉的碎米 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有多难 朱瞻基听完 果真把碎米咽了下去 若干年后 朱瞻基登基时 仍经常提及这一幕 他认为夏元吉对自己的影响十分深刻 孔子家宇中有一句话 与善人居 如入智兰之事 久而不闻其乡 及语之话矣 一个优秀的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 夏元吉不仅自己以百姓为念 还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朱高赤和朱瞻基两代未来的帝王 这份功德立在千秋 永乐九年 朱棣北征归来 设宴款待众臣 在酒宴上 朱棣对大家说 高皇帝替我培养了两个贤臣 你们不是想看看古代的名臣是什么样吗 这两位便是 朱棣说的这两位 指的是大明朝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和吏部尚书简易 从建文旧臣到永乐时代的户部尚书夏元吉珍乃国誓言 四 老臣劝谏献牢狱 皇帝抄家探清平 永乐时期 朱棣常年征战在外 夏元吉和杨士奇 简易多次奉命辅佐太子朱高赤和皇太孙朱瞻基 永乐十八年 北京的宫殿建成 夏元吉长须一口气 立即向朱棣上书 连遂营建 经告成 已辅流亡 捐不付以宽名利 通俗一点说就是 建设宫殿花了这么多钱 百姓都得不到修养 如今宫殿完成了 应该立即安抚那些流亡在外的人 免除百姓拖欠的各项赋税 让百姓过几年好日 从夏元吉的话里 我们能感受到 作为户部尚书 连年的开支让他压力很大 他想节省名利 都没有机会 如今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赶紧劝朱棣爱惜百姓 朱棣理解夏元吉的用意 立即下旨同意了夏元吉的奏紧 可是 让夏元吉没想到的是 他为朱棣服务了十九年之久 接下来 朱棣却把夏元吉送进了牢狱 永乐十九年 刚建成的北京三殿失火 朝廷让户部筹措资金修缮 同年朱棣又要远征末北 这让夏元吉非常为难 夏元吉认为 此前几次北伐 加上远征安南 郑和下西洋 修筑宫殿等大事件 已经让户部捉襟见肘 如果再继续北征 那户部的财政必将崩溃 而且 当时朱棣的身体状况 已经大不如前 于是 夏元吉下跪恳求朱棣 以节省财力 爱惜龙体为由放弃北征 朱棣不同意 夏元吉便召集礼部尚书旅阵 兵部尚书方兵 公部尚书吴忠和大理四成邹师言 一同劝谏朱棣 此举彻底激怒了朱棣 朱棣下令将为首的夏元吉等人 关押起来 并下旨抄了夏元吉的家 明史夏元吉传记载 遂并及元吉家 自此抄外 为不一瓦器 让朱棣没想到的是 作为大明朝的户部尚书 朱棣的钱袋子 夏元吉家中 除了遇刺的钞币外 值钱的东西 就只剩下谈谈罐罐了 清朝时期 有人用一句 宰相合肥天下兽 来评价李鸿章 肥了自己 瘦了国家 但是夏元吉 却是肥了国家 瘦了自己 他抄家的近况 让多少人汗颜 夏元吉在牢狱中 被关了三年 这期间太子朱高赤 多次为夏元吉求情 朱棣都没有释放他 因为朱棣想证明 没有夏元吉 他照样可以实现 自己的文治武功 永乐二十年 在收拾完夏元吉后 朱棣开启北伐 但没有了夏元吉的支持 朱棣的大军 这一次因为良静 无功而返 永乐二十二年 朱棣再次北征 在大军到达于牧川时 朱棣并威 在交代完后事后 朱棣说了他人生中的 最后一句话 明史云 还至于牧川 地不遇 故左右约 夏元吉爱武 朱棣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 是夏元吉爱武 这是朱棣对自己 坚持北伐的悔意 更是对夏元吉 三年牢狱之灾的道歉 事实证明 没有夏元吉 朱棣真的玩不转 为天地利心 卫生名利命 当朱棣驾崩的消息 传到京城后 皇太子朱高赤 第一时间跑到了大牢 去释放夏元吉 当时朱高赤非常激动 刚进大牢 就高呼夏元吉的名字 明史云 太子走戏所 呼元吉 哭而告之 元吉扶地哭 不能起 朱高赤显然非常激动 对于接下来 如何治理国家 他希望夏元吉 能给自己一些建议 于是 在牢狱之中 一个囚犯 对一个未来的皇位 提了三条建议 其一 镇际灾民 减免赴税 其二 停止制造宝船 停止正和下西洋 其三 为建文旧城门平反 夏元吉的这三条建议 都非常有实际意义 第一条是希望朱高赤 能够恢复 英朱地常年征战 而失去的明星 第二条是希望朱高赤 能够精简开支 解决大明朝的财政危机 第三条则希望朱高赤 用自己的胸怀 来解决历史遗留的尴尬 弥补明朝的创伤 面对这三条建议 朱高赤全部采纳 在历史上 明人宗朱高赤的在位 时间虽短 但是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人均所为 而他执政的指导纲领 几乎都始源于下元吉 张载云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下元吉此人 在牢狱之中 仍在践行古代士大夫的 终极理想 他是伟大的 是值得后人佩服的 朱高赤登记后 下元吉被重新任命为 户部尚书 并兼任少保 太子少父 朱高赤对下元吉 异常信任 红信年间 所有的减负政策 几乎都出自下元吉之手 明轩东登记后 下元吉更是朱瞻基 以重的公骨 当时 朱高旭以清军策 发动叛乱 在朱高旭要诛杀的 大臣名单中 下元吉位列第一位 这也能看出 下元吉对朱瞻基的重要性 下元吉为朱瞻基 服务了五年 为朱高赤 朱瞻基父子 开创人宣之志 做出了巨大贡献 宣得五年 下元吉病逝于任上 终年六十五岁 朱瞻基悲痛不已 下旨追赠下元吉为太师 示好忠敬 另外 朱瞻基还下了一道 非常特殊的旨意 吃户部 富其家 事事无所欲 意思是 下元吉的后代 在大明朝 永远都不用交税 作为曾经的户部上书 作为一心 为百姓减免赴税的老臣 朱瞻基的这道旨意 算是给下元吉最大的肯定了 下元吉出生于元朝末年 从小的贫苦经历 让他深刻理解名声为奸 他历经红武 剑文 永乐 红锡 宣得五朝 在永乐一朝 他当了十九年的户部尚书 在仁宣时代又管理户部六年 合计做了二十五年明朝的帐房先生 当初 他求朱棣给他三天时间来整理户部文件 而今朱棣相当于给了他二十五年的时间 在他的经营和辅佐下 明朝相继出现了永乐盛世和仁宣之志 在小编心目中 下元吉是古代世大夫中的顶级人物 他不顾辛劳去这溪治水 他千方百计为百姓减负 他焚高济鬼为大明理财 他不怕惹怒帝王而为民请命 他在牢狱之中仍在践行自己的理想 他可以一贫如洗 他可以呕心沥血 他可以埋头苦干 但是天下苍生不能过得不好 后继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 世大夫们在一个点上一直比较迷茫 那就是到底是要复国还是要复明 这些世子们熟读经史 附中的大道理层出不穷 然而 真正能够将自己的理解付诸实践的人太少 而明朝的下缘集则是一流的实践者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这个观点 小编给大家举一个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例子 北宋元峰时期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之正事 开始变法 王安石愁出满志 清苗法 木义法 农田水利法都被称为立国立民的好政策 我对王安石是万分钦佩的 他是一位优秀的改革家 也是一位愿意为万世开太平的人 然而 我们在认可王安石这个人的同时 仔细思考会发现 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是为了复国 而不是为了复明 比如清苗法 王安石鼓励民间在清皇不戒的时候 找官府借贷 官府收取利息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宋朝三戎危机 他想让宋朝朝廷变强 他的变法很理想 但因为有一些不复明的因素 从而遭到了反对 北宋另一位优秀的士大夫司马光 坚决反对王安石 很多人认为 司马光之所以会反对王安石 是因为司马光是贵族的代表 王安石侵犯了司马光的利益 其实 说这话的人都不了解司马光 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 绝对称得上是君子 司马光为官数十载 家中一贫如洗 他连儿子都没有 仅有的一百亩土地 还是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受田 他有什么利益 让王安石侵犯 司马光之所以会反对王安石 是因为司马光坚持复明 而王安石坚持复国 我们来脑补一下 王安石和司马光 如果在朝堂上辩论 大概是这样的 王安石说 我搞清苗法 等百姓没吃的时候 来官府借贷 明年他们要还利息 司马光就说 借负啊 既然官府有吃的 为啥不振极灾民 即使不能免费给他们 不收利息也行啊 王安石说 君师兄 我也想给他们啊 但国家实力不允许啊 我们还要强国啊 司马光说 借负同志 民都不富 谈什么强国 王安石说 军师同志 复国和复明 是两个独立的概念 为啥你非要把他们 揉捏到一起呢 王安石和司马光 都是值得后世敬佩的政治家 同时 他们也值得后世思考 复国和复明 到底选哪个 有没有人能做到 复国又复明 永乐时期 夏元级横空出世 他说 我要复明 也要复国 他不断给百姓减税 通过让军队自己自足 发展商业 盐 税 钱等多方面 为朝廷赚钱 纵然朱棣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主 但夏元级仍帮朱棣实现了永乐盛事 也为仁宣之志打下基础 夏元级当了明朝25年的户部尚书 家中却清贫如私 真正是肥了天下 瘦了自己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